山东奔州市有一对来自黑麦龙的外籍教师夫妇 不仅在大学教英文16年 还到乡村做义工支援英文教学 这对来自黑麦龙的外籍教师夫妇 在山东奔州学院飞行专业教英文 两人凭着幽默的教学方式 着重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 受到学生欢迎 太太维多利亚说 罗兰德选择到中国工作 是源于对中国的美好想象 自己最初不理解丈夫的决定 但是为了家庭 都是陪伴丈夫留在中国 并且逐渐喜欢中国 除了在学院授课 罗兰德夫妇还积极做义工 到乡村支援当地的英文教学 这样令到他们了解农村环境 和社会变化 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逐渐成为中国通 两夫妇希望未来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教英文的同事也都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为促进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无线电视记者李文一不道